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度假熬夜時間 我是歷史小桌作家便當 這個頻道會在固定每週六晚上六點的時間 發布一些跟台灣的文學、歷史 一些有關的小知識 另外我也會分享說 我看過的一些電影跟影集的分心 跟大家一起分享心得 今天我就是要來看最近的台劇 《茶巾》 那《茶巾》這部影集呢 它是改編自新竹北埔的一位 江阿欣他們大家族的一些故事 北埔江大在台灣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家族 你有點可以想像霧峰林家那個樣子 他們是有拿到啃號的一個家族 也就是說他們是合法的啃戶 而江家人的第一代啃戶叫江秀蘭 他參與了很重要的一場戰役 是鴉片戰爭 那PET戰爭有一場小小的戰役 是發生在基隆那個地方 江秀蘭他就是身為一個義軍的首領 率了一些家族的人 然後去那邊參戰 然後有贏得了這場戰役 接下來台灣參與到的中法戰爭 一樣有江家人的身影喔 這次出場的人是江少奇 他是第四代的啃戶 這場中法戰爭 江家人同樣贏得了順利 而到了簽訂馬關條約之後 跟日本人發生的一位戰役呢 這次江家人同樣有出現 是江少奇的一位兄弟 叫江少祖 不過這次江少祖就沒有那麼幸運的 不幸戰死沙場 當年享年才26歲而已 總之發生了種種原因就可以知道江家人 體內留著一種戰鬥民族的血統啊 江少祖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負責營運了一個北埔的茶葉組合 那北埔這個地方剛好也是一個茶葉的重鎮 日本人為了想要多生產紅茶 因為那時候紅茶價格賣得不錯 所以就會跟台灣的一些民間公司來合作 那江少祖營運的這個北埔茶葉組合呢 剛好就是跟三井物產他們有合作 那北埔除了生產紅茶之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茶 叫做東方美人茶 而講回來茶經這部影集呢 它會直接從戰後的年代開始說起 但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他們家族的茶事業呢 早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就墊下了還不錯的基礎 那現在生活中 江阿信在戰後經營的這間公司叫做永光公司 不過在預告片裡面 我們有看到它改成為日光公司 它的商標上面有寫個Hole Potee 這個細節倒是跟當時侯是一樣的 Hole Potee 也就是他們北埔茶的一個商標 好 那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這個影片吧 新竹張家宗祠 所以在劇中他們把江改成了張型 欸他女主角的瀏海 真的捲 這好捲喔 新確保本省治安執行 保安司令部記憶起 全面禁止品種 從事集會 這人啦 這人啦 年盡有心情願 呃我之前在看路高片的時候 就一直很想知道他們到底在哪裡拍的 這間茶廠在哪裡拍的耶 沒關係我一定要把你找到 後來我查到比較有可能的拍攝點 是在大溪老茶廠 應該就是那裡了吧 大溪老茶廠那個時候 在日治時期建立的 都是屬於三井物產他們公司的 但是日治時期的時候 三井用台灣的茶葉生產的 紅茶就叫做日東紅茶 這是他們的商標名 然後英文那時候叫做Formosa Tea 然後他們在裡面拍的那個茶葉的機器啊 應該是碾茶機 就是他們要做那個 把茶葉給揉出汁來的那個作業 其實這些機器啊 到了現在這個年代 長得都還是蠻類似的 我們看到前面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都一再提示你 這個時候的時代背景是什麼 中國內戰到現在 好酸喔 也唯有建設台灣 才能夠真正的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展 首先我覺得溫生豪演得很好 但是總覺得口音會讓我有點出氣 就是不像是一個很習慣講台語的人 然後剛學會講中文的那個樣子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台灣人普遍的 像北京話好了 其實講的不是很流利的 但是溫生豪講的非常的流利啊 那KK這位人物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當過日本兵 就是因為台灣人那時候 日本帝國的人嘛 所以當然就是會代表日本 然後去參戰 那很多台灣人會被派去南洋那個地方 南洋那邊的生存率其實是挺低的 所以能活著回來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那有一位作家叫做成千五 他就是有一部小說 那算是小說嗎 對啦算是小說 但是裡面有非常濃厚的自傳意味 那那個書名就叫做活著回來 也是在講說他那時候去了南洋作戰的這些事情 另外我想到另一件事情 就是KK說建設台灣能幫助國府 贏得中國大陸那邊的戰爭 那我們先回歸到KK他所代表的時代背景 就是第一個KK他其實是經歷過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也就是說那時候是日本帝國時期的台灣 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 台灣就是要做一個提供日本糧食物資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KK對於國民政府的這個意見 其實跟日本那時候對於台灣的規劃是有點相似的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在1945年之後 台灣由國民政府那邊接手了 這一段時間其實一直處於一個通貨膨脹很嚴重 然後糧食一直有不足的情況 這甚至是比戰爭時期的時候還要誇張 對於當時候國民政府他必須要有效解決糧食問題 但是他們那時候想到的解決辦法居然是囤糧 就是讓政府去管控嘛 但問題是這個做法等於你變相跟人民直接搶米 米荒的情況非常嚴重 也就使得大家開始流傳說 其實國民政府偷偷把台灣的米 允許中國那邊支援戰線的士兵 但其實這件事情是個謠言沒有發生 但不過確實是有發生一些官員 他就是貪污所以把米偷偷賣到了中國那邊去 政府無力解決米荒問題也是228事件的一個導火線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我對KK這個角色背景知識的補充 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唷 衣服好漂亮喔 嗨 小孩 不要緊嗎 不要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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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邊說會痛不會痛 然後那邊又說不會痛 蠻有趣的安排 他都用車子去載那個錢 然後去那邊要還錢 他感覺得出來很崩潰 嗯 聽不懂在說什麼 再次提醒你戒嚴 哇 這些都是自查的那個動作 唉唷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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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們真的可以一起死掉 Holy shit 我媽呀 第一集就被騙了 好第一集就這樣看完了 那總結一下第一集的重要資訊呢 就是好女主角 她個人的選擇 不知道未來到底該不該嫁給那一位文貴 那文貴呢身為一個小鮮肉 感覺就是要入最近來經過一番考驗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就是考驗成功 鄭豪飾演的那個角色 目前還是一個很迷漾的人物 就是她曾經有過妻小 但是可能因為戰爭關係 所以他們都可能身亡 或者是就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其實是那個時候台灣人很多普遍的狀況 但也不知道她的妻子是什麼樣身份 不知道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 而且也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她有辦法進去美國領事館那邊工作 在那個時候能做到這個位置 就是不簡單了 就是不知道她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好的工作 而且她是少數懂得北京化台灣人 這樣說起來 當家他們做這個茶葉生意呢 目前遇到最大的危機就是1949年舊台幣 因為通貨膨脹很嚴重的關係 那剛剛也有演到美國人就是堅持說 你一定要換成新台幣 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好以上就是我看完第一集茶經的總結 那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幫我訂閱按讚還有分享 那這個頻道呢 會固定在每週六的晚上六點 發佈跟分享台灣文學台灣的歷史 然後還會看一些電影或影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跟心得 我們下次的同一個時間 作家的時間再見囉 我是歷史小說作家 便當 掰掰